夏日的湖边清爽宜人 游人如知 忽然传来的呼救声 打破了原有的瓶颈 抢了好几个水 在那挣扎 刚开始的手还扑腾两下 后来老人的头直接埋在水里了 救援现场惊心动魄 到底结果如何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远处传来 呼救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驻河南省许昌市 杨根斯部队某部 驻守在霸凌湖附近 战士们每天都在进行着 他们的必修课 体能训练 河南省许昌市西南郊区 有一个霸凌湖 这里水域开阔 闭波盈盈 入夏以来呢 这里成了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地方 霸凌湖附近 驻扎着一个驻许昌杨根斯部队 战士们经常出来拉链绕湖边跑步 2019年7月9号的这一天 战士们像往常一样 在湖边拉链跑步 却遇到了意外发生 2019年7月初的一天 驻许昌杨根斯部队某部战士 像往常一样 在霸凌湖旁跑步训练 当时下午正好连队是围绕着湖边 进行长跑训练 当时是全连都去了 去了之后跑了两圈 回来之后 他们俩说 想在自己当中间跑一跑 训练即将结束 战士管永林 杨红 主动要求加练再跑几圈 得到同意后 两人继续训练 就在他们跑到第二圈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呼救声 跑过去以后 大概有个50多米左右吧 然后提前身后有人说 这个有人溺水了 不行了 然后我们回头一看 就那老先生他就是已经就是面朝下呛了好几口水 原来是有人溺水 很快最先呼救的中年大个子男子已经跳入水中游向老人 听到呼救 岸边顿时聚集了很多人 溺水的似乎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 他在水里挣扎了一会儿 头已经渐渐埋在了水里 情况十分危急 刚开始的时候看着老人还在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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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还铺腾两下 后来老人的头直接埋在水里了就剩一个被在上了 听到呼救声 关永林 杨红立即向老人落水的地方跑去 关永林边跑边甩掉鞋子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 就直接跳入水中向溺水老人游去 那名老先生嘛 他就是在水里面感觉很游不动的感觉 然后我没想太多 我就把鞋子一脱 我就往河里面冲过去 由于杨红不会游泳 他便在岸边想着办法做后援 当时水性不是太好 不太会游泳 在我们当兵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两个人都置身在危险当中 那肯定是有留一个后援的 留一个后援需要把他们给救上来 下水以后 关永林才发现这片水域的情况特别复杂 离开岸边脚椅探不到水底 水深难测 因为水里面确实很滑 不清楚水里面到底是多深 你也不清楚水下面那个底是什么情况 两名战士急忙朝出事地点跑了过去 关永林已经顾不上脱衣服 甩掉鞋子就纵身跃入水中 朝深水区的老人游去 此时的老人已经没有力气挣扎 头也埋到了水里 关永林拖着他的身体 使劲把他的头拖出水面 和前妻跳入水中的那名大高个儿男子一起 奋力拖着老人往岸边划去 在水里面离岸的方向有十米多一点 但是离那个上岸还再多几米 逆水老人已经没有太多力气 关永林和大个子男子已经抓住老人 拖着老人慢慢往岸边游去 把他扶起来 然后把他就是让他把头 把头给浮出水面嘛 不能让他呛到水了 然后拎着手把他头这样的 撑着脖子这儿 然后把他呼吸道给撑开 然后就是说能让他呼吸道空气 此时他们距离岸边大约还有十几米 关永林刚刚经过大强度的训练 体力消耗较大 他在水里还有足够的耐力吗 一旦体力不支 自己也可能陷入危险 跳成救人的时候肯定想不想那么多 因为脑子里只能想到救人这件事嘛 你进入到危险的地方 可能会把自己给也害出危险 可能也没有救到人把自己给搭上 但是说你当兵的话就不一定 因为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外国嘛 关永林和大个子男子 在水中配合变换着姿势 抬高老人的头部 奋力往岸边推进 后面还有一个人帮我扶着他 然后我们两个一块往上推 就在快要到达岸边的时候 却遇到了难题 要想上岸 要经过两个类似台阶一样的大雪坡 由于常年被水冲刷 坡上长满了青苔 非常的滑 脚刚踏上台阶 就又滑向深水区 因为那个坡确实很滑 我救了好几次 而把走好几次上坡 就没上去滑了一下 就在关键时刻 又有两名男子跳入水中 想拉他们一把 我和我的同事杜洪涛 然后是先后下去的 在附近上班的杨景松和同事 正在岸边散步 听到喊声也跑了过来 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一个老人在水里面 当时没有意识了 头在水里面埋着 只有身子漏在外面 一点意识都没有 我下去的时间 咱们部队的有人 当时都已经下去了 有个战士 还有一个路过的市民 个子比较大 两人下水之后 本想拉他们一起上岸 谁知脚下太滑 几个人几次拖着老人 准备上岸 一起又滑入深水区 场面一度非常紧张 岸上的人也非常着急 根本上不来 很滑的 当时这个湖边 它这个是斜面的 斜坡 很光滑的斜坡那种 水泥做的 没有岸上的人助力的话 我们四个人完全上不来的 夏日的湖边清爽宜人 游人如知 忽然传来的呼救声 打破了原有的瓶颈 抢了好几个水 在那儿挣扎 刚开始的手还扑腾两下 后来老人的头 直接埋在水里了 救援现场惊心动魄 到底结果如何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远处传来呼救声 水下的人和岸上的人都非常着急 伸长了胳膊 也够不着对方 场景当时都很紧张 有拉胳膊的 我下水的话 是直接把他的头抬出水面 四个人齐心协力 把老人往岸上推 但由于靠近岸边的台阶太滑 几次上岸失败 这时在岸边的杨红 也在焦急地想着办法 他是集中生之宝 回头一看 然后他呼的岸边上这个树很多 他每一个树每一个树坑里都有这个三根棍在那支着那棍树 就是防着这个风大 把它刮倒了 然后我就抽了一个 杨红跟岸边群众一起用找来的树棍拉他们上岸 岸边的台阶特别滑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也是脱了鞋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当时很乱 人家很多都在叫 有打120的 有个人是 我让他找绳子 他没找到绳子 就是取了这个棍子 长棍子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把水里的几个人都拉上了岸 让那个杨红帮我在岸上 他给我递了个树枝 然后拉着我 我去把他老先生给拉上岸 老人被救杀岸之后 大家马上查看老人的状况 我们就把他抬到岸上 那个椅子上面 大概到两分钟左右吧 他渐渐的有意识了 呼吸有点急促 那个同时 这个120已经到这里了 呼吸 也能呼吸上来 就是大传气嘛 刚在室里面咽了好久 就呛了几下 呼吸比较累的那种感觉 看到120急救车已经赶到 关永林 杨红 和最先入水的大个子男子 悄悄地离开了现场 由于怕战友担心 他们就赶紧往连队赶 感觉这应该就是 没有什么事情了 因为人家救上来了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受了太大的伤害嘛 然后我们俩一看 就是没什么事 然后我俩又回来了 看到老人已经没有大碍 浑身湿漉漉的 关永林和杨红 这才回到了连队 没想到一进大门 就差点遭到领导的批评 回到连队的时候 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 连队指导员 一直在部队门口等着他俩 担心他俩出什么事情 我就想问他干啥去了 第一个是着装感觉不整 比较脏 人家部队里边要求 进门着装得很整些 第二个就是感觉 这个衣服干啥了 是不是出啥事了 回到大门口的时候 我问领导问我们 你们两个干啥去了 怎么这晚才回来 我说我俩救了个人 在得知他们救人的事情以后 指导员很欣慰 替他们高兴 提了这心放下去了 但是心里边默默的 还是替他俩高兴的 感觉我们俩的小伙子 见语为 确实把这个军人身上 这种精神 跟这种值得发挥出来了 我感觉挺欣慰的 你们俩没事吧 我说我俩没事 我俩先去洗洗了 这事实上都是水 原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没过几天 被救老人的儿子 就找到了连队 拿来了一些慰问品 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非常激动 非常激动 然后过来之后 就握着我们两个的手 他说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是千言万语 我只能说一句感谢 当那个 当时那个丁大爷的儿子 来找到部队了 说要进行感谢 我才知道 也确实这个事 虽然当时看上去很小 但是后来想想 确实是一个小小的善举 可能对丁大爷来说 确实就是这个 改革他一个人的一生 被救的大爷姓丁 是当地市民 当天在湖边散步时 意外滑入湖中 因为紧张 越滑越远 幸亏被及时救出 经过几天的条理 目前已无大碍 丁大爷的儿子 特意做了一面锦旗 再次来到部队 表达感谢 丁大爷的儿子 也分别给杨景松 和同事送来了锦旗 表达了谢意 特别特别感激 感激着大恩不言 现在就无法表达了 我本来是 也当过五年海军回来的 那个同事杜洪涛 他也是部队回来的 他在部队当了两年兵 我们许张的市民 都应该有这个意识 都会帮忙的 这样的事情 丁大爷的儿子说 最初跳入水中 失救的大个子男子 目前还没有线索 也非常感谢 他的出手相救 一直在吹着班工作 吹着班表现很不错 就说这个安排在岗位上之后 自己是劳人院 而且干得很好 反正对这个伙食保障得很不错 据连队指导员介绍 管永林 杨洪两名战士 分别来自河南商丘和山东济南 两人平时训练刻苦 军事素质都比较过硬 杨洪一直在这个班牌工作 能力素质挺全面的 一个是他这个军事素质也不错 部队平时的训练也比较艰苦 但每次两人都申请加练 更好地完成任务 我们整个部队是阳哥斯部队 是以我们那个老连长命名的 只要有任务就敢上 就敢往前冲 这种精神的传承 帮个忙 救个人 还有日常弹性任务演习的时候 实时在激励关兵 这也是老一代革命先辈 一点点传承凝结下来的法 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时间就立马去救人 就会奋不过身地去救人 我们单位是一个英雄的单位 这个英雄的杨根斯部队单位 杨根斯是我们老连长 然后他这个精神 也是我们一直传承的 这种精神 是我们这个部队官兵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具备的 当兵就是为了保护人民 当兵的要第一个先上 能让老百姓受到伤害 在和平年代 你可能不想上战场 但是人民的安全 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河南省许昌市多次荣获 双拥模范城称号 优良传统由来已久 确实发现 咱们许昌对英雄这一块 做的还是比较好 我们对每个军人应该做的 就是碰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就是包括我们任何一个军人 可能碰到这个事 都会挺身而出 都是身上一不容私的责任 因为身上穿着这身军装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穿上这身军装保家卫国 和平年代 在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受到威胁的时候 挺身而出 为斌哥哥点赞 几名出手相助的群众 也看似普通 出手相助的时候 也没有惊天动地 事后还默默地离开了 但他们的身上 都有着中国人 推崇的狭义精神 彰显了男儿本色 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令人敬佩 这样的人越多 我们的社会就会有更多 向上向善的力量 感谢收看道德观察 我是轩音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